来看一个欢喜风说的景象 很多人都吃过葡萄柚 而且呢总是将它和酸溜溜做联想 不过呢 画面中这结实累累的绿色果实 可是如假包换的葡萄柚哦 云林谷坑最近有不少农民 纷纷改种这种绿皮葡萄柚 别以为这绿色的外观好像很酸的样子 其实呢每一颗的甜度都在12度以上呢 而且果肉相当多汁 目前呢可以说是品尝风味的最佳时期 这绿皮的葡萄柚在视觉上 让人有很酸的感觉 不过剖开来吃竟然是比柳丁还要甜 很甜 里面的米很软 很像柳丁 比柳丁还要甜一点 水分也比柳丁还要多 很好吃吗 很甜很好吃 古坑香是葡萄柚的主要生产地 因为品质好多数以外香为主 这几年农民也用心改良 其中绿皮甜的葡萄柚 今年的批发价格不错 农民叶胜利表示 虽然外观不是很讨喜 不过真的很好吃 葡萄柚 它原本就是属于比较绿皮的 它果肉是比较纯黄色的 这就是代表是手 如果是白的 它就是比较没有手的 它的甜度大概都一般是在12到14度左右 它的产量通常是有一分地大概有大概7000斤至8000斤左右 一般的葡萄柚它起来是很酸很酸的 而我们这个是经过改良过的 它是属于甜的葡萄柚 它的甜度可以达到12度至14度 绿皮甜的葡萄柚因为皮有苦味 所以要做成果汁就不经意脸皮一起搅成汁 叶胜利指出选好吃的葡萄柚要选外皮平滑的 它的表皮都是一般都是有绿色的 然后会有一些些偏黄的一点颜色 然后它的光彩的时候光泽比较亮的 它的屁股这边比较平整的 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好了 最近葡萄柚开始进入采收期 要吃甜又好吃的葡萄柚 现在来谷坑是品尝最好的时机 记者王金星云林采访报道